中国人民解放军99A主战坦克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股奔的新产品 1比35的中国99A主战坦克 大家看到这是一个Q版 这个不是全纺针 非常的可爱 它的体积非常的小 适合在室内 甚至可以在办公桌上进行玩耍 这个是它的遥控器 大家可以看这个遥控器 都跟这个坦克差不多大 所以看出来这个坦克非常的小 但是它这个坦克功能非常的全 基本上跟大的1比16的坦克 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么这个车呢 非常好操作 它的开关在它的底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开关在这里 我开了以后 开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灯开始闪 等待这个发射机的命令 同时呢 它这个充电呢 也非常的简单 在它的车体的后部呢 有一个充电口啊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充电器 这个非常简单 就直接就可以在这里充电 不需要把这个电池从这个车上拿出来 那么这个车呢 有一些基本功能 除了这个行驶以外啊 前进后退 左右转弯 原地转向 超原地转向以外的 它还有对战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对战头 这个是虎奔资言的这个 我们叫它五灯十命对战头 它这个上面呢 有五个灯 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上面有五个灯 那么等一下会给大家演示 它每被击中一次呢 它就会闪或者常亮 所以因为是五个灯 两种状态 所以它有十条命 可以 大家可以在比赛的时候用 或者说大家在办公室里 可以做游戏 可以玩 可以 现在我给大家做个演示 这个是遥控器 现在我把这个电源打开 这个遥控器呢 用的是四个AA电池 四节五号电池 非常省电 打开以后 大家看到这个红灯常亮 表明是电源充足 下面这个绿灯闪烁呢 表明就是它待机发射信号 那么这个遥控器呢 它是实际上是有12个通道 四个比例通道 这个两个遥感是四个比例通道 然后下面有六个按钮 再加上这顶上 顶上有两个按钮 所以它是八个开关通道 四个加八个 总共12通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首先呢是启动车辆 启动车辆呢是右上角这个按钮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灯熄灭了 但我这个灯可以再次把它打亮 可以再次打亮 因为这个车呢 是竞赛版 所以说没有安装喇叭 其实它是完全带了音效的 大家可以另外购买这个喇叭组件 或者自己DIY 就可以把这个音效出来 就像我们这个1比16的这个大坦克一样 可以把镜头给这边 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还是看这个 这个99的一些基本功能 首先它这个是炮塔的旋转 它是接近360度 它后面有个自动的指位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是表示它超线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一颗按钮呢是开炮的按钮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的炮灯 同时车体有一个后座 车体有一个后座 同时有一个看不见的红外线 会从这里发射 当然这个刚刚忘了跟大家讲 就这个对战头呢 并没有在标配当中 这个是需要另外购买的 刚才如果是大家 等一下给大家演示 两个车进行对战 刚才它这里已经发射了 一束红外线 那可以把敌方的车辆击中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操控 因为这个车呢非常的小 而且行驶速度也不是很快 所以说它开起来其实非常的柔顺 可以完全沙停一侧的履带 慢慢的走 甚至我这个原地转向也可以走得很慢 很适合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玩 在室内玩 做一个炮台前转 开一炮 把这个小硬排放在这里 把室友掌放在这里 这个地方少了一点 准备 做一个快速的远距旋转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坦克 火奔坦克之间的互相对战 先把这个车启动 大家看 这个是开炮的按钮 那么 这个坦克开炮的时候 可以发射红外线 然后被这个坦克接收 可以在它的对战头上显示出来 所以如果我现在99 我对着这个M4开炮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M4这里一个红灯已经亮了 这表明它被击中了一次 同时它刚才抖了一下 表明它被击中了一发炮灯 那如果我再开一炮 大家可以看到同一颗灯 它闪了 那闪了就表明它已经被击中两次了 如果我接着再打的话 它会第二个灯常亮 然后第二个灯闪 这样循环下去 一直到它10个灯 10条命 5个灯全部被打亮了一次 那同样 比如说我现在用这个 我现在用这个M4 来设计这个99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99现在它一个灯已经亮了 然后呢 它也抖了一次 就表明它被击中了一次 我再打一次 它被击中了两次 击中了三次 击中了四次 它每次击中的这个时候 它抖动的次数不一样 每次都是增加的 一直到最后 整个10条命被打没的时候 它就抖得很厉害 就这样一个过程 同时呢 大家可以看 这个对战头呢 我们是可以插拔的 是标配 不是标配 是就是通用部件 是统一的标准 可以可以给别的坦克用 这个是可以拔的 可以插拔的 好